哈囉 各位 歡迎回到食尚玩家 前一天咱們在古晉市區遊河 吃遍的東馬美食 今天則是要移往郊區 去尋找馬來西亞國寶級的動物 長笛湖 你不知道的馬來西亞 今天我們特別起了一個大早 要來拜訪一位新朋友 那一天說這個朋友 好像說馬來西亞有對不對 對 除了馬來西亞 你不會看到這個沒一半的生活 非常不一樣的 而且完全想像不到的 而且聽說他生活都在那個 紅樹林 海邊 海邊 所以我們要搭船 然後到那個地方去 對... 而且我本來以為說這個行程 應該很少人會來 因為太早啦 所以我們剛剛在登船處 那邊的地方啊 好多人喔 好多人喔 各國遊客耶 各國遊客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對啊 你看 還有人已經看完回來 來 看完回來 哈囉 他們可能沒看到喔 臉色有點難看 因為那個東方好像聽說 身心害羞 還不是想看就看得到 而且今天還特別有沒有 請了林子祥大哥來幫我們開船 昨天天那個派對老闆是余天 今天是林子祥 都是明星臉 好多明星臉喔 對啊 他幫我們服務 什麼林子祥比較正經的啦 話說接下來咱們要去的地方 是東馬邊境的八戶國家公園 我們的交通工具則是這個小艇 要坐著它穿過蟲蟲的長浪 其實感覺還蠻刺激的耶 我們現在已經呈現一種 衝浪的感覺了 它衝浪 它就要被打過來 我們變衝浪板了 家電 今天你跟著食尚回家出來 對 我保證你一定可以看得到場地 好 絕對不會讓你溫和反的 而且你先把那個 但是我覺得他比較害羞 應該不會靠近我 你放心一定可以的好不好 有我幹你放心 好... 想要跟長鼻喉幹什麼都可以 好... 你隨便要求什麼下午的禮物 長鼻喉都會過 真的喔 說得好像那個長鼻喉 是你家養的一樣耶 雖然還沒看到長鼻喉 不過光是搭船 看到這沿途的景色 就讓人非常的驚淡了啦 好 我們現在到轉乘站了 剛剛是一路坐船過來嘛 然後現在要徒步走 為什麼要徒步走啊 因為我們要見大人物啊 你看大人物啊 要見它的過程當中啊 很艱辛 對喔 對 大人物不是 隨隨便便便就出來的 但是也有可能會見不到 這位大人物啊 那不是白找的啊 但是我講的是一般遊客 你今天是不是 參加我們時尚旅行社這一團 保證一定可以看到長鼻喉 據說這長鼻喉身性非常害羞 平時除了成群出來密使以外 是非常不容易見到本尊的 今天真的是幸運 真的 但是我覺得 雖然已經很近拍到 但是可以啊 抱抱他們的話應該是更好 他是比較害羞是不是 對 這個長鼻喉的話 一般上是很害羞的一個長猴子 他不像普通那種 我們普通看到那種的野猴子這樣的 會輕易接觸你們的 就是要跟你們討水 討飾品吃 他們就不靠這些了 他吃什麼 他們就是吃這個葉樹葉了 所以他是吃雙性的水果的 所以他連香蕉都不吃 香蕉都不吃啦 好神奇的香蕉 很神奇的猴子耶 甜的 榴槤這麼好吃都不吃啦 真的啊 但我在12月這麼久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長鼻喉 他是不是只有在這裡 長鼻喉其實在整個菠蘿蔔 這是猴子還是大象啊 我剛好是想跟長鼻喉愛的寶寶 長鼻喉愛的寶寶 長鼻喉 長鼻喉 這是什麼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倒是現不到長鼻喉的啦 是不是我自己DIY雙拼 這樣應該要朝下了啦 長鼻喉這樣 一種價格 雙重享受 有沒有 大象 猴子都有啦 是這樣的嗎 好啦 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有一點點像 這樣很像啊 大象嘛 大象 我用心良苦耶 我本來怕說來的時候拍不到 我還準備這一套 還好是你啦 不然的話他真的下來抱我 我真的會... 我會瘋掉 你害怕會接觸動物 有 一點點 你家還開動物園耶 那我不會接觸他 好吧 他還是跟我抱好了 我說你們這兩隻狗啊 不要在那邊嚇狗啦 要是嚇到人家東馬國寶旗的長鼻喉 看你們怎麼辦 不過看看這長鼻喉 悠閒緩慢的樣子 還真的蠻療癒的耶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到東馬 你們千萬不要錯過 跟這個大人物見面的機會耶 不起 貓城